。 Hello,大家好,我是美国地产经历商陈森迪。 今天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我在Pulse Verde,也就是洛杉矶旁边的一个海湾城市, 大家可以看到海景,然后我们今天看的是在这里的一栋度假别墅,它是位于在Pulse Verde的半岛酒店别墅, 这个社区,它叫做Terrania,非常漂亮,这个社区,今天我来带大家看这栋别墅是三墨三玉, 你看它这里有车库,然后进来这里有一个走道,它这里有一个自己的coyard, 还是很长的coyard,它这个居住面积有2600平尺,所以说非常宽敞。 你进来的话,这库里亚你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壁炉。 这里啊,非常的适合在这里吃完饭,在这里吃做雪茄,喝喝酒,然后聊聊天。 因为它是酒店度假式别墅,所以说呢,它这里的话,每天客人走了,它都有人清洁打扫。 所以每次清洁打扫完了以后,它都会有个标签贴在门上,说这个房子,这个别墅刚刚被打扫过。 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是正式客厅,中间是餐厅,这里呢就是厨房。 厨房,从厨房的这个sink这个看出去,你看到外面的球场。 它是唯一在球场边上,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它的果领,现在还有人在打球。 它的countertop也比较宽敞,你这里可以坐一圈了,至少五六个人没有问题。 嗯,这里有个小的餐桌。 还背有一架钢琴,如果有谁有雅兴的话,也可以在这弹一曲。 这里还有一个客厅,还有大的壁炉。 然后从客厅走出去,就是它的后院。 后院的右边,它有一个叫泡澡的地方,有个泡澡的地方。 这里非常就是你可以在这泡澡可以看到球场,非常惬意。 现在还有人在打球,我都想上场了,跃跃欲试。 这是果领,你看这人切上果领,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切球,一下就上了果领。 右边这里还有一大帮人在右边打球。 这里有一个果领,有一个花球台,这里可以看到三四,可能属下,一二三四。 至少可以看到四个果领,它的风景是无限。 就可以说一点主栏都没有,你看到海景。 今天的那个有点点湖,所以说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这边的海景就是一望无际。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80度,没有一点震。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好。 后院这边走过来,你其实可以从后院,就可以直接到主卧。 它这里放一些休闲的躺椅,还要坐的位置。 可以在这里享受。 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它的主卧。 酒店它有配套设施,它有园艺,有家政,包括cleaning,就是它的专门帮你打扫清洁的。 每天都可以帮你打扫清洁。 同时它还有concierge,你有什么需求的话,都可以向酒店要求帮你服务。 它这个视频是全酒店式化的高端服务的那种社区别墅。 这里还有一个宿装台。 这是主卧的卫浴,非常宽敞。 有两个大包宿洗池。 中间还有一个浴缸。 它这里还设了一个拉门。 非常时尚。 然后从主卧出来带你去看另外几个宿装。 这里还一拍的那个storage emojis。 过来这个转盘这里呢,就是走廊的右边有一个洗手间。 共用的洗手间。 它是三卧三位,三个半位。 这边是另外一个次卧。 它是double,应该是double queen size bed。 它这个是两个双床,双人床在这里。 这个的好处就是说你这里可以就是出租出去。 它每月的租金的话,忘记是一个晚上可以几千美金。 它这个租金收益非常高。 它一个月的收益就是几万。 这个的话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提供这个它的那个rental, 那个cash flow, 这现金流的那个账单。 那个就不是说账单, 就是说那个报告给你看。 它这还有一把按摩椅。 就是配备了一把按摩椅给客人用。 这个owner的话呢, 就是你作为这个业主, 你可以在这里待, 就是在这里随时随地你可以跟他预约。 一年的话可以预约三个月时间, 也就是90天。 可以在这个别墅, 就可以使用这个别墅。 那除此以外的时间的话, 你可以让酒店的员工, 它专门有管理的人员帮你去出租。 那收益非常可观。 这里有一个洗衣房。 然后这边过来呢, 是它的第三个次我。 它这里也是它的洗手间。 它每间卧室的采光都非常好, 也非常宽敞。 你看看, 这里还可以摆一个躺影, 有电视机。 而且每个卧室的话, 它都可以看到, 就是外面可以从卧室走到外面, 直接走到外面去, 可以不用通过里面走过来。 这样看, 这两边这个去卧的话, 就是看到面向, 这个看到中间的那个中坪。 所以它的风景和采光都非常不错。 而且从这里可以直接走到后院的那个泡澡池。 它这个社区叫Taranea, 它的有两个游泳池。 它就是在整个别墅社区, 它有两个游泳池。 两个, 还有一个大的那个健身房, 还有好几家那个那个餐馆。 所以你在这里做的话, 你都不用自己做饭。 还有日本餐馆, 还有一个美式餐馆。 还有一个是西班牙式餐馆。 同时它这里的服务非常周到。 它的那整个设施呢, 也非常齐全。 所以在这里的话, 又像是, 又然后就是说度假的感觉。 就像是自住, 但是有感觉像是在度假。 它的那个服务, 就是非常的就是酒店式化的服务。 它就是就像你住那高档五星期酒店一样的。 它是随叫随到的, 你的二十小时都有服务。 我最喜欢的地方呢, 就是后面的后院。 可现在有点点小雾和那个什么, 云雾看不太清楚。 但是平常的话, 天气好的时候, 难得在加州有一个稍微有点阴天啊, 今天。 但平常天气好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 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个别墅的话, 是在整个这个Terra Neia, 它这个整个社区, 这个别墅社区最好的位置, 最好的地段, 而且最好的风景。 它主要是高地段, 它的位置非常高。 位置非常高。 它看得很远, 而且看到就是看的那个方向也非常开阔。 就是没有任何阻挡。 它这个基本上应该可以说是180度的那个角度。 可以看到, 不仅看到海, 看到那个什么酒店,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旁边的这个球场。 它这个旁边就是一个酒不动的球场。 所以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朋友呢, 应该是对这个别墅应该会有兴趣。 而且你打球, 你都不需要担心做饭, 因为它酒店本来就有那个餐馆。 而且它这里还有那个Spar, 也就是说水疗中心, 你可以随时去安排去做按摩呀, 或者是做一个Facial。 同时的话, 除了水疗中心的话, 它还有就是健身房, 你也可以随时去请, 它有那个专门的私教, 也可以给你去, 你可以去上课, 或者是说有私教教你。 所以它这里的各种各样, 就是说你在这里呆着, 不会有觉得寂寞。 然后旁边的话, 就是大家喜欢打, 如果有喜欢打高尔夫球, 旁边有一个叫Trump International, 这个在Palace Verde, 最有名的就是Trump, Trump他的那个球场, 就在这旁边, 18个洞, 也是风景非常漂亮。 所以说, 如果这个9个洞, 这涉取的9个洞, 高尔夫球场满足不了你的话呢, 你可以去Trump International。 OK, 现在的介绍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 再次感谢您观看迪产V Tour, 我是陈森李, 我们下期再见。